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田字阁中文学院聊话题学中文 今天的热点话题和网红有关 Internet celebrities or influencers 我们要看看他们赚钱的速度有多快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当今中国最能赚钱的网红 各个坐拥上千万粉丝 直播带货 轻轻松松突破上亿成交额 网红到底有多能捞金 直播带货就是 Live Streaming Shopping 这种形式在中国非常的流行 那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就是打开手机 比如说打开抖音 TipTok Chinese version of TikTok 那么里边有很多人就现场给你展示这些商品 然后去销售 亿是中文里边的一个数字单位 一个亿等于100 million 捞金就是捞钱 因为金 Gold就是钱 挣钱当然是make money 那么捞钱呢就有一种贬义 就是说他们挣钱的方式可能不是很好 或者是他们挣钱的方式太容易了 下面我们通过三个网红 看看他们是怎样直播带货赚钱的 第一位呢 叫疯狂小杨哥 他直播带货 粉丝达到了9999万 他的风格很独特 卖货的时候不是砸锅 就是拉黑品牌方 甚至还邀请品牌方到直播间 为粉丝们看价 所以每个网红他们卖货的风格不一样 这个小杨哥他姓杨 我们叫他小杨哥 他叫疯狂 就是他的风格很疯狂 比如说他在卖锅 这个walk 那他要现场test 就砸锅 把它砸烂 看看我们的品质好不好 有的时候呢 他发现他的商品不好 那就拉黑品牌方 就把这个商家呢 放到了黑名单里面 以后我不再会卖你的货 有的时候也让卖家进来 粉丝们跟他们砍价 跟他们讨价还价 bargain 小杨哥一场直播在线人数 随随便便就高达几十万 开播几个小时 就可以赚几百万 一场直播能够达到五百万的销售额 纯利润能赚个三百万左右 一年收入过亿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老师们买了什么的再赞吗 对不对 来 拿过来 其实我们一赞我们就下坡了就被疯了 真不悦兄弟们 给他们的机会吧 我赞点我赞点 别说铁锅号卖好水分 来 铁锅我买了 你把铁锅买了就店里买了 来 无数耳朵 来 铁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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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内是我生锈了 三年内生锈了 恭喜你中奖了 给你两个锅 好 三年内生锈了 中奖你中奖了 那么看完了疯狂小杨哥的卖货风格 我们看第二位 第二位是李佳琪 他也是一位坐拥上千万粉丝的主播 李佳琪是一个男生 但是他有一个爱好 就是喜欢化妆 makeup 可以五分钟卖掉1.5万只口红 所以呢 他也被称作叫做口红男 一分钟卖掉500根小金条 这个小金条它不是狗舞的 是一个品牌的口红 它的外表是金色的 它五个小时就卖出了几百万的成交额 在2022年双十一这一天 双十一呢就是double eleven 每年的11月11号 中国的电商e-commerce就会在这一天做促销活动 全国人们都在网上买东西 因为这一天的价格很优惠 很像美国的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成交额更是突破了十个亿 广告报价也是带货主播里面最高的 一条几十秒的广告 报价高达八十万 真是贫穷限制了大家的想象啊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口红男李佳琪是如何卖口红的 第三位呢叫心有志 也叫心吧 对就像是狮子王里面的那个小狮子 心吧 Lion King那个小狮子 他每次直播的成绩非常不错的 有一次直播了十多个小时 就创下了八个多亿的销售额 不过让人感到惋惜的是 心吧后面却因贪心卖假货受到了处罚 如今口碑也跌落了神坛 口碑呢就是reputation 我们叫他的名声啊 因为他卖了假货 所以欺骗了消费者 所以他也就不再是像神一样的高高在上 已经跌落下来了 他们走红结音为自身的某种特质 在网络作用下被放大 与网民的神美神丑娱乐 刺激偷窥 异想品味以及看客等心理相契合 有意或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 成为网络红人 好的 网红赚钱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 订阅 填字格中文 不要错过更多优选话题 学习超级有用 地道的中文 了解当下 中国社会与生活 谢谢 再见 再见